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,我是知人的黄明辉 这期视频我给大家分享一台6HP无线重启的维修过程 这台6HP刷机能过但还是无线重启 首先我们进行了刷机 刷机进度条走弯故障依旧 然后我们拆开机器发现硬盘有被更换过 于是我们更换硬盘刷机 刷机进度条走弯还是无线重启 测量CPU供电及IRC总线电压及组织都正常 根据学院以往的维修经验 我们用试波器测量逻辑码片的IRC总线 发现逻辑码片U0900到CPUU0600波形有异常 判断是逻辑码片本身快 更换逻辑码片不然就解决了 装机测试手机功能全部正常 更多维修视频请继续关注我们Gina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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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期再见